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韓國瑜院長是那邊告訴我們的訊息是 內政部根本就沒有安排柯文哲的位置 是韓國瑜院長跟他們表示不同的意見了以後 今天才保留了柯文哲主席的位置 我相信兩鄉比較 誰真的比較有高度 昭然若揭 今天昨天說內政部沒有安排柯文哲的位置 但請從未發聲明表示說 沒有某安排柯文哲的位置 而且組委是由立法院長擔任 衛兵管理所有大會出來辦理 不是內職你做的 整個過程我都與韓國瑜院長 還有院長的辦公室保持非常密切的溝通 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 大家心裡都有數 我只是想利用這次的機會 再次的感謝韓院長才是真正展現了高度 試圖要在這個國慶的慶典上 緩解所有有不同想法的台灣人 今天是我們國家的生日 台灣民眾黨八位立法委員 我們一起參加了慶祝國家生日的慶典 雖然我們心中 跟我們所有的支持者一樣 對於台灣目前的狀況 我們有很多憤怒 我們有很多不滿 我們有很多要向這個掌握全力的政府說不的心聲 但是我們八位委員 我們在一起討論今天應該有的行動的時候 我們問我們自己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 柯文哲主席坐在我們旁邊 跟我們一起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主席會希望我們怎麼做 柯文哲說 我們永遠要把國家的利益 放在政黨的利益之上 這句話 從柯文哲的嘴巴講出來 他是認真的 他是用具體的行動去實踐的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今年5月20號 柯文哲主席 他非常有風度的 以台灣民眾黨黨主席的身份 帶領著八位立委 參加賴清德總統的就職典禮 他那時候告訴我們大家 選舉已經結束了 這個國家要往前走 希望這個社會可以和解 希望這個國家的人民可以團結 為我們的下一代 為我們所深愛的這塊土地 共同努力 這是我認識的柯文哲 當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那不是選舉的口號 那更不是在群眾面前的演說 而是他用具體的行動 他用他個人最具體的行動 帶領著台灣民眾黨 每一位黨公子 實踐 這樣的理想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我可以很老實的跟大家說 今年的10月10號 我本來很想很想做 我2012年10月10號幹的事情 在場有很多年輕的朋友 你們都還很年輕 你們可能不知道 12年前的10月10號 我做了什麼事情 我從10月8號的清晨 跟一群朋友 在總統府 凱達格蘭大道前面抗議 一路搞到10月10號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讓這個政府知道 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 當你手握著權力 卻濫用這個權力的時候 人民是會發出怒吼的 人民是會展現行動的 我們用我們自己的肉身 站在第一線 告訴這個掌握權力的政府 我們不允許你們這樣濫用權力 12年後的今天 我壓抑了非常厚的情緒 非常多的想法 我跟其他七個委員 我們今天一起慶祝了國家的生日 我們在慶祝的 是這個國家 是這塊土地 是這塊土地上面所有的人民 因為我知道 如果柯文哲今天在我旁邊 他會希望我們大家這樣做 只是 讓我沒有辦法相信的事情是 從520到10月10號 過去這麼長的一段時間當中 繳不出一張像樣執政成績單的賴清德 手握著國家的權力 控制著檢調 控制著媒體 在過去這一段時間當中 追殺他政治上面的競爭對手 用綠媒 用網軍 在霸凌著 每一個趕出來批評民進黨政府的公民 這樣的政權 這樣的國家領導人 當我今天 聽到賴清德說 他要團結台灣人民 對不起 我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因為 要團結台灣 要讓台灣的每一個年輕人看得到未來 絕對 不是像賴清德這樣搞的 說一套 做一套 說一套 做一套 所以當賴清德 今天在台上說 民進黨政府 要強力打炸的時候 我心裡面在想的 全台灣最大的詐騙集團 不就是你民進黨嗎 全台灣最大的詐騙集團 是不是民進黨 是不是民進黨 賴清德 他們可能認為 雖然他只是40%的總統 但是他手上 有權力 他手上 有15位 綠色大法官 他手上 有監察院 當所有的權力 都握在他手上的時候 他愛怎麼幹 就怎麼幹 我要提醒賴清德總統 台灣人民 走過這麼長的歲月 台灣人民 用自己的生命 所換來的民主法治 不是讓你民進黨政府 這樣糟蹋的 當掌握權力的人 濫用權力的時候 人民是會戰出來的 因為我們一直相信 這個國家 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 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 40%的總統 他忘記了這件事情 但是我相信 今天在場的每一個人 在網路上面 關心今天集會的人 以及在台灣各個角落 許許多多的台灣人民 都還記得這件事情 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 這也是為什麼 今天這麼多朋友 聚集在這個地方 就是要讓民進黨政府知道 不要以為你們掌握了權力 不要以為 憲法法庭 15位大法官 都是你們民進黨任命的 你們就可以為所欲為 因為 人民會戰出來 人民會戰出來 我們會一起 讓這個政府知道 他們必須要對人民謙卑 民進黨 請記得 對人民謙卑 我們今天站出來 在這麼重要國家 慶典的下午站出來 我們就是要告訴 賴清德政府 他今天早上 整個演說 不敢提到的那一塊空白 那一塊台灣人民 最在意的空白 就是司法改革 就是司法改革 賴清德他為什麼不敢提司法改革 因為我們知道 他沒有臉面面對 他非常的心虛 2017年 民進黨政府召開了 司改國式會議 七年過去了 七年過去了 跳票的一大堆 跳票的一大堆 司法的不公 仍然是所有台灣人民 心裡最深沉的痛 去年夏天 我跟剛剛站起來的 這位壯漢 陳之翰 我們一起 號召了很多朋友 上了凱道 在凱達格蘭大道上面 我們掛起了兩個巨幅的布條 司法正義 居住正義 我永遠不會忘記 當7月16號 有數萬人台灣人民 在凱達格蘭大道上 頂著大太陽 跟我們的政府 要求承諾司法正義的時候 結果 民進黨的那些權貴 民進黨的那些高官 他們選擇 躲在圓山大飯店裡面 吹冷氣 也不敢到凱道上面來 面對要求司法正義的朋友 一年多以後的今天 10月10號 用40%選票 攀上總統位置的賴清德 又再度的 在國家慶典的演說當中 不敢面對司法改革 這四個字 但我們今天聚集在這裡 就是要清楚的告訴賴清德 清楚的告訴民進黨政府 你們不在乎的司法改革 我們很在乎 你們不在乎的司法改革 人民很在乎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 我們大家都有心理準備 我們會面對一場 長期的抗戰 面對這一場長期的抗戰 或許會很艱辛 或許會很痛苦 或許這條路會很難走 但請放心 我們有彼此 我們有對這個國家的愛 我們有對這塊土地的愛 我相信 我相信 我們大家一定會堅持下去 我們要一起實現 柯文哲主席去年 跟台灣人民承諾的 把國家還給你 把國家還給每一個台灣公民 我相信 當柯文哲主席走出來的這一天 他一樣會勇敢的 繼續帶領著這一個改革的隊伍 他一樣會繼續堅定 帶領著這一個戰鬥的團隊 因為我們要不斷的奮鬥 不斷的努力 一直到把國家贏回來的這一片 記得訂閱街頭麥克風 開啟小鈴鐺 下方直接加入我們的Light 第一時間就可以收到最新通知